接下来重点叫做音频 音频又叫做音色 音频又叫做音色 就是声音的特色 我的声音跟你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就是声音的特色 打电话拿起来讲音声喂 就知道你是谁 因为你的声音有特色不一样 就叫做音色音频 还有波形决定 当后也跟你讲波形是什么意思 波形决定 我们能够 刚刚说了 能够分辨发声体的不同 就是因为你的声音的特色 你的音频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的关系 那波形就是时间跟振幅的关系图决定 由基因跟泛因两个一起来的 由基因跟泛因加起来 变成我所谓的波形 那什么叫基因 什么叫泛因 基本上一个东西在发生的时候 很少是只发出单一频率的声音 会发出很多的频率 一个是基本的频率 一个是它整数倍的 如果是弦乐器的话 整数倍的频率 然后有不同的频率 有不同的响度 不同的阵幅之类 像这图上面 图上面的A叫做基因 B叫做半音 然后C就是副音 我跟你说 基因就是整个发声里面 频率最低的那个声音 像图上面的A 它是最基本的频率最少的音 如果各种乐器在演奏拉A调的时候 它们都会发出每秒442的声音 最基本的声音 最频率最低的声音 叫做所谓的基因 但是呢 它除了会发出442的声音之外 它还会发出一些是它整数倍的声音 整数倍的 2倍3倍4倍5倍 这个声音就叫做所谓的泛音 叫做所谓的泛音 所以除了那个大家都有的440之外 还有乘2的乘3的乘4的乘5的 可是每一个乐器 它能够发出来的乘2乘3乘4乘5的这个不一样 而且比例也不一样 基因是最基本的最大声的声音 那2倍的声音是它的多少 一半还是4分之3还是只有4分之1 这个大家都不一样 因此组合出来的声音就会不一样 这个又是小提琴跟钢琴演奏A调的声音 最左边的图上面最后就是所谓的基因442 然后呢 旁边就是泛音 你发现小提琴的2倍声音也很大声 然后3倍4倍小声一点 然后5倍也很大声 后面就几乎都没有了 可是钢琴呢就是很大声的基因 后面也几乎也都是没有的 有一点点可是也不多一点点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声音就会不一样 上面就是它的波形 把那声音加起来就是它的波形 像这样 所以小提琴跟钢琴A调 他们的基因是相同 可是翻译的数目不相同 而且大小提琴也不相同 所以加起来的波形就不相同 大家想像这样 那个A就是基因 我画了一个翻译叫做B 然后呢 就把A跟B加起来 把A跟B加起来 就是你的合起来的声音叫做负音 比如说 这里的A有这么多 B有这么多 加起来就要这么多 OK 这里的A有这么多 B没有 所以就只有这么多 加起来就对了 把它加起来 OK 然后就变成就是所谓的你的波形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波形就是基因跟半音把它加起来 基因跟半音把它加起来 就是就是对了 就是负音 你听到就是负音 你听到就是负音 就是我们说的波形 就是我们说的波形 那音差为什么可以来调音 因为它的波形最单纯 有好多个音差 为什么 音差就只有一个声音 只有一个频率 所以它会跟几个频率共振 一个 不会跟别的共振 它只有一个频率 它只会跟一个频率共振 所以可以拿来做什么工具 调音 跟它都会对了 就是这个声音量 所以 音差只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呢 所以它的波形最单纯 也因此 它可以拿来当做调音的工具 它用调音的工具 这就是它的 如果当调音工具的原因 OK 五个波形 欣赏一下 看一看就可以 OK 好 上面这些话呢 只适用于弦乐器 其他的不能用 不过我们下一步讨论 看看就好 好